国际书展暨书时博览会 希望邀请大众关怀地球环境 2020国际书法暨书时博览会 日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开幕 当天下午星宝法师率领大众于佛馆成佛大道上 为云水书车举办洒进仪式 并恭送星云大师云水书车启程启愿文 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年度的书展 还有书时的博览会 大家有自一同来赞助书展还有书时 就是要让这样的一个佛法人生的理念 一直推展出去 让我们不管是跟书还是跟人 都能够非常圆满非常和谐 星宝法师开幕致辞中表示 云水书车是星云大师的理想 要将书送到偏乡 让孩子增加知识增长智慧 甚至透过读书教育来翻转人生 并善用书本理知识好好做人 借着读好书识好书 关怀我们的地球 十方新闻 黄慧如萧瑞峰高雄采访报导 你不开玩 当初 会儿 这位